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大家都在负债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瞬间心情就不好了 而且呢感觉到整个人身心疲惫 那如果呢我们把这种负债放到房地产身上 现在是不是房地产也感觉到身心疲惫 但是呢我们说房地产发展了二十多年 到现在呢房价高位稳定 而且呢现在所有的这个趋势看起呢 就是我们要救房地产 房地产呢不能倒 那真的救房地产就有那么容易吗 过去二十年房地产呢 过快的扩张和发展 带来了很多畸形的一些问题 到现在呢仍然没有解决 并且呢我们发现一点 即使现在房产全面的利好 老百姓好像呢并不买账 观望的多 入手买房子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想救你不容易 至少呢有三个问题呢 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救房地产 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 房地产改革了 房产成为了商品 能够自由的买卖 随着城市化率的推动 随着人口大量的进程 我们的房地产 主导了我们经济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 房地产以及深入人心 影响了80%的其他行业 间接的也影响了众多的民生 并且呢我们大部分的财富 又集中在这个房产上面 所以房地产如果倒了 那是不敢想象的 有可能会像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 也有可能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 但是最终我们因为房地产的体量太大 如果硬着陆全面的崩盘 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发生倒退 百姓民不聊生 这是谁也不愿意看见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救房地产市场 那么在救的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我们说异常的艰辛 那是因为呢 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些根本的问题已经触碰到了 老百姓的民生触碰到了老百姓最底层的利益 那当然救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那首先呢 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目前楼市的钱怎么把它填进去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楼市有负债 这个负债呢是多方面的 有三个方面具体的表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开发商的负债 开发商在过去二十年呢 玩的三高模式 导致到现在负债哪哪 甚至可以说资不抵债 近两年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头部的开发商 出现了负债 甚至呢 已经资不抵债了 这种情况下 房地产可千万不能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负债呢 都是透支了千千万万个老百姓 千千万万个家庭 透支了老百姓前三十年的钱呢 因为我们是预售制度嘛 对吧 所以呢 你的房子还没有住上 但是呢 你把你的全款 透支了自己 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的钱 给了开发商 但是开发商呢 却负债了 所以说房地产就不能倒 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呢 怎么投进去呢 之前呢 我们房地产的发展呢 可以通过这个大量的拆迁 对吧 可以呢 通过炒房这个钱呢 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也可以通过呢 银行的一直放贷 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 但是现在我们不拆迁了 捧改变就改了 老百姓变得理性了 不再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了 所以现在呢 给了开发商三道红线 要求开发商降负债 但是现在呢 开发商的负债 仍然得不到解决 就是因为没有钱 再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2022年的下半年啊 全面的放松楼市 给了楼市三支利件 发布了金融16条 降低了首付 降低了利率 放开了户口限制 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但是好像现在普通老百姓 无动于衷啊 观望的多 买的少 那么这个钱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窟窿 给填上去 就是呢 很大的一个难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说到 这个银行的 这个法拍房 怎么解决 法拍房是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人心不足 舌吞向 你没有这么大的胃口 但是呢 你却买了这么大的房子 导致到呢 自己的能力和还款不匹配 最后你还不上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够把房子 变成法拍房 因为银行借钱 给你是有成本的 那这和呢 之前银行整体的 监管不严有关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房产 快速发展的时候 人们对于这个房产的需求呢 也非常大 房子不光有居住属性 还有这个金融属性 对吧 所以呢 在当时房价上涨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都想通过房地产来分一杯根 那怎么办呢 没有钱 就找银行借 银行呢 对于这个资质还行的 或者说呢 有些资质一般的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还记得几年前 为什么这个用于企业 经营的贷款 怎么违规流入到楼市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监管不严的结果 那么在当时呢 这些钱全部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啊 当大家当房地产的蓬勃发展的时候呢 有大量的钱进入到楼市 所以呢 整个体系是可以运转的 对吧 但是回过头来讲 现在呢 我们的房住不炒是主基调 我们的棚改变旧改 我们的这个银行的两道红线 开发商的三道红线 并没有放松 那么这个时候 房价已经到了高位 可是后续没有钱补上来 包括呢 我们遭受了三年的疫情 老百姓挣钱变难 或者说呢 负债变多 所以呢 普通老百姓在之前呢 高价买了房子 现在还不起 还不起怎么办 就成为了这个法拍房 这几年呢 我们的法拍房是逐年逐年的增加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这个法拍房 如何去解决呢 即使你低于市场价去卖 你总要有人去买 对吧 当前楼市呢 就是一个买方市场 观望的多 下手的少 况且呢 现在的开发商也急于回款 那么你想一想 法拍房和新房 他们的竞争力当中 谁的竞争力更强呢 那结果呢 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法拍房 如何去消化呢 也是一个难题 还有呢 第三个方面 地方财政怎么办 很多小城市的这个地方政府 很依赖土地财政 对吧 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出场土地 来获取啊 这个财政 然后呢 用于城市的建设 公共福利的发放 可是近几年 开发商自身难保 在降负债的时候呢 就要把之前囤的土地 把房子建完 还要呢 把现在没有销售完的房产 销售出去 所以呢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钱 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也没有那么多的计划 去拿新的土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种情况 地方政府的这个土地 拍卖呢 这个过程比较缓慢 那么这个时候 你想一想 那财政从哪里来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房地产税 但是现在呢 也没有全国普及 也没有呢 代替目前的土地财政 所以这个钱怎么解决 就是第一大的现实问题 第二个现实问题呢 就是目前我们楼市 不公平的销售模式 什么时候能够改变 不公平的销售模式呢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两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 预售制度问题 第二个呢 我们就说到的公摊问题 我们分别来说 预售本身是一个好事 那我们可以理解成呢 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1998年房产放开改革的时候呢 当时确实大家都没有钱 而且呢 这是一种新模式 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我们当时呢 引进的是 这个香港的预售模式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呢 付很少的首付 有银行呢 替我们出剩下的钱 我们只需要付利息就可以了 相当于呢 这个房子还没有建 那我们呢 就把钱全部给了开发商 开发商这个时候有了钱 就迅速的把房子建好 然后交付到购房者的手中 这样呢 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开发商呢 有钱建房子了 那也赚到利润的同时呢 就可以再拿地 再建房子 卖给购房者 那购房者呢 通过银行的贷款 提前买了房子 我只需要呢 每一个月付一点点利息就可以了 不影响我的生活 但是我提前住到了房子 对银行来讲呢 就是我把钱放出去了 市场活跃了 那么我也收到相应的利息了 那么我整个金融行业呢 也发展了 但是后来呀 就是开发商无序的扩张 银行呢 大量的放款 导致到呢 这个预售模式 到现在看来呢 是非常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别的国家有没有预售制度呢 其实是有的 其实如果我们正常去理解这个预售呢 就应该理解成定金的模式 那比如说呢 就像我们去买二手房 对吧 我们看中了你的房子 我想买 这个时候呢 房产中介会拿一个三方的居间合同出来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把价格谈拢 然后呢 我交一定数量的定金 比如说是总房款的20% 100万的房子 我交20万 我交20万的目的呢 是想着说 我诚心买你的房子 我不再买别的房子 给你吃一个定心丸 那么给了你一个信心以后呢 那么你就应该呢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房子完完全全的交给我 这样呢 我们都达成了互相的目的 而我们的这个预售就不是 我们的这个预售呢 是相当于房子刚开始建 我们就已经全款把这个房子买了 所以才会出现难尾楼啊 因为我全款买了房子 但是开发商并不能保证这个房子100%就能够交到你的手中 因为如果这中间呢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 那有的时候呢 是不可抗力因素 有的时候呢 是开发商自己玩火自焚 那有可能这个房子就成了难尾楼 那这个风险是由谁承担呢 是由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承担 所以呢 这个预售所有的风险呢 都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一边 那还有呢 我们说到了这个工摊的问题 其实呢 这个工摊呢 我们是用不着的 但是呢 又强加给我们了 不信呢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不动产质 上面是不是写了一个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就是我们买到的面积 可是建筑面积呢 并不等于实用面积 实用面积呢 就是你室内能够使用到的地方 不包括墙体的厚度 还有呢 整个门口的这一块 这一块统成为什么 统成为公摊面积 那么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为什么很多人有一种感慨 当你呢 买了一个电梯高层 去你的这个多层的朋友家里面去做客 你会发现 同样都是90平的房子 这个电梯高层的实用面积就非常非常小 而多层的这个房子 它的实用面积就比较大 你买一个电梯高层 130平的建筑面积 可能有30平都是公摊面积 也就是说呢 只有100平方是你能够使用的面积 但是你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是按照130平的面积去买的呀 那么这30平的公摊 你能够看得到 开发商也会告诉你 比如说电梯景啊 楼道啊 箱房通道啊 这个还有呢 整个门口的这个大厅啊 等等等等 都可以呢算上公摊 可是你有没有仔细去量过 这只是我们听到开发商说 我们有多少的公摊 我们在10%以内 15%以内 20%以内 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对吧 你想一想 如果开发商 每一套房子 跟你多说两个平方的公摊 你会在意吗 你根本也不会认真去研究去量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钱就让开发商赚走了 每一户多出来两平方 那整个楼盘多出来多少平方 一平方 假如在大城市 一万五一平方 你算一算 整个楼盘又多出来多少钱 所以呢 我就说到 这是我们不公平的销售模式 什么时候预售能够变成限售 什么时候取消公摊 我觉得呢 这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买房 最大的诚意了 还有呢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房价 什么时候能够回归理性 当然呢 房价呢 也不可能走极端 对吧 不能够呢 像之前有些人预测的那样 我们要涨成天价 未来呢 这个北京的房价是五十万一平 上海的房价一百万一平 那就吃人说梦 还有的人认为呢 这个房价可能会变成白菜价 对吧 变得呢 我们大家都能够买得起 这也不现实 因为它违背了我们房产发展的逻辑 这也不是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一个模式 我们说到的是回归理性 就是说我们的房价收入比 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到一比五一比六的年代 当前呢 房价收入比非常非常高 而且呢 我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大部分的都集中在房地产 你想一想 你周边的朋友是不是他挣的并不多 可是呢 他有两套房子的房贷 为什么他还在拼命还呢 因为他觉得我两套房贷还完了以后 我实打实的拥有了两套房子 未来我变现也好 我留给后代也好 总之呢 我不会像之前那样 我没有房子那样有压力 对吧 这是一个希望 房价现在呢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它不敢涨 为什么不敢涨呢 因为涨多了 很多人买不起 涨得太多了 房子就变成了有钱人之间的游戏 那么谁买 谁就成为了韭菜 即使你拼了命的买 你也会呢成为韭菜 你把你自己呢给套牢 所以呢 你涨价太高 我们是买不起 那如果呢 我们把房价往下降呢 那就造成了没人买的结果 当前我们说过 我们的这个百分之96以上的城市居民 都是拥有房子的 他根本不缺房子 对吧 你房价越降 又就意味着 我们之前高价买的房子 每天都在贬值 谁敢去买房子呢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的房子 就是呢 这个买涨不买跌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好了 还有呢 我们现在的鼓励买房 对吧 我们放开了所有的限制 但是有没有想到一点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观望 那是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谁也不知道 未来的房价 还会不会继续下跌 那么很多人会认为呢 我在不缺房子情况下 我现在买了 是不是又成了 像之前那样的一个接盘侠 对吧 因为毕竟我们的收入 是有限的 你的房价呢 今天可以涨 明天可以降 甚至呢 后天又可以涨 只不过呢 要根据形式 可是我们的工资 是实打实的 没涨多少 所以呢 人们在买房子 会更加理性 也更加的谨慎 那么当前呢 我们楼市 这三个现实的问题 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呢 旧楼市 就显得没有那么容易 还有呢 更长的路需要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